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你可以给他们发邮件提醒有优惠 有折扣 包邮 新款上架等等等等 他们都会最终消费的 这么多玩法 客户还是没留住怎么办呢 注意了 所有情况都不可能转化率百分之百的 总会有一些人不会购买 那么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即可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句话 他来了 买不买是他的事情 做不做的好服务是我的事情 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 而且他买不买可能是取决于我的服务 没有让他感觉想买 继续加油 完善每一个步骤和流程 8 出单等于产品流量转化率 出单假设为定量 那么变量是两个 一个是流量 还有一个是转化率 产品虽然在公式里是变量 但是它本身影响程度没有另外两个大 可以当作定量之一 那么我们出单转化率做好了 下面一步骤就是再次加大流量的获取了 写在最后 独立站的优劣势很清楚 一个就是条条框框的限制很少 不像平台 劣势就是没有平台的流量 但是它始终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打算 目前我听说过很多做平台的放弃了的 没有做的比较好的独立站放弃了的 因为平台有瓶颈 独立站只会越走越大 谢谢第一行 If 语 etiqu 说 混当 那 都 还 理 realise